OK 开始又上线 刚才网线不好 我先用WiFi OK 大家下午好 看一下 这里是新加坡 今天来到新加坡 你们猜知道我在哪里吗 看一下 今天只是早上的时间去office做工了一下 然后就赶着来新加坡了 我今天是来到了新加坡 这个River Safari这里 不知道你们有来过吗 蛮特别的 给你们逛逛看看一下 平时做工做工也要有一点生活 River Safari 看到吗 就带你们来逛逛好不好 我很少走啦 除了旅行以外 新加坡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景点 所以来这里走走一下 早上人来过这边 来这边看一下动物 River Safari很多 蛮多动物 它是在新加坡路里面 OK 大家下午好 看到你们在打招呼了 我们来这里看 看鱼 看鸟 看动物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的时间 当然就比较多旅客 比较多人 给你们看一下 好 大家这里 有人来过这里吗 没来过的你们就看一下吧 OK 来这边走走一下 看一下 这里比较凉快 OK 来这边走走一下 看一下 这里比较凉快 这里不错 星期六 星期六的下午你们在哪里 还在做工吗 难得我今天抽到时间 要走出来走走一下 那我选择新加坡 是因为新加坡一方面很靠近 我们新山 那一方面它在绿化 它的城市环境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新加坡是一个很好很不错的一个国家 从以前我都蛮喜欢新加坡的 天气好热 真的好热 OK吗 你们有生命去除吗 这里有点潮哦 大家中午好 我就带大家走走一下 反正我带走走嘛 大家也逛逛一下 River Safari Singapore 跟Singapore Zoo这边 Singapore Zoo我去过了很多次 所以没有什么惊喜 所以就来到River Safari 你们可以来这里 看看动物看看鱼 这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一路走吧 看看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我就停下来给你们看 这有非洲龙鱼耶 非洲龙鱼是这样子的 你们昨天亲戚的是 就是两岸的 或是它是海底新鱼 这样子的 完全是还关到我 今天带着一点点理由的心情 来到这边 然后顺便看看一下大自然 我们人有时候每次一直在做工 也是挺累的 所以有一些 接触着很大自然的环境是不错 就要整天去shopping 在咖啡店喝茶聊天 那我觉得我不怎么喜欢 那我一抽到时间的话 或者是我找的地方的 这个旅游的地方 大部分我都比较喜欢 平向大自然的环境 OK 接下来应该下一步我会去的就是 shop Africa 想过了爸爸 我要带你们去南非看 而且这次去南非呢 我应该是在三月份去 新年 新年过后我就过去了 那你看这里 环境多好 那都可以看到一些大自然的河流 这叫River Safari 这里 这里来看 鱷鱼啊 OK 来看鱷鱼 喂 老人 我知道它有这个 家家与凯凯 中国的熊猫 中国国宝 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 不知道你们有看过熊猫吗 我没有看过第一次哦 所以它在里面尾部的时候 让我们慢慢走进去看 OK 那一面走就跟你们一面聊一下 那如果看到你们的问题 我就可以反映一下 那我非常爱大自然 很喜欢大自然的很多东西 也很喜欢去的地方 最好就是有大自然的 那这些奇特的 有特色的 那我不大喜欢 OK 有电话进来 OK 我不大喜欢太多 就是啊 全部是shopping 那这样子的感觉了 因为我不怎么买东西 也不大会买东西 比较喜欢走这样大自然的地方 然后看看大自然 接触大自然 我们人整天做工做工 尤其我们现在的人 接触很多电脑的东西 那电脑它在 它在输射 它让我们身体 产生很多很多静电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到 你动人 你摸人 它就很像触电的那一个感觉 其实我们身体产生很多的静电 那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就是你触碰一个人 或动到一个东西 就很像触电的那感觉 就是我们身体产生很多静电 那产生很多静电的时候 要消掉自己身体上的静电的方法 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是我教你们上次 那个力存开运法的那个 就是踏轻 如果你发生到身体很多静电的话 那么你就拔 你就把你鞋子脱掉 走去草地上 那折着脚 折着脚不穿鞋子 然后就去草地上踏轻 就是踏轻 踏轻的消掉你身体上的那些静电的 蛮简单的 你们可以试试看看 说哇 一算天我来晒太阳 你要知道 我们是比较阴重的 我是属于阴年阴月阴日 因时时的人 所以我们是属于阴气比较重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要接触很多大字 然后晒阳要出来 不可以躲在阴 那会导致我们自己体质 体质的阴气更加重 所以如果 介绍的你们 有是属于阴气比较重 比较容易看到 不该看的东西 比较有感病的人 那太多的感应其实不好 因为那其实就是 我们的一个 因为你看太多了 其实会赢下我们个人的运气的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这样子的话 我的心理就是 多进入大自然 多走出户外 这样我一早到时间 我们去的地方 大自然的地盘 看到天空太大 大海 去踏遍泥土 ok 所以今天 又出来走了 ok 再带你们走走 那接下来我要去的就是 那一个 南非 我蛮想去南非的 因为南非这一次 我去的话 你们一定要看 我会来自发作主播 因为这一次南非之旅 我去到那边 主要就是 带大家去看 现场 他们怎么去挖 那一个水晶 那挖水晶你知道吗 去看它 踩这个水晶 去看它 挖出来的水晶 原砖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南非的这一趟旅行 你们一定要看 而我会在差不多 新年过后三月 三月头的时候 我会过去 那还是在 应该是还在正月里面吧 ok 走得有点喘 ok 所以我们慢慢走过来 在里面 他们看到了什么 那如果有机会 就在那里面 走走看看吧 ok 那因为走 因为讲到什么东西 我们就可以一面讲 ok 这个漂亮吧 这个鱼多半 你看在我后面的鱼 ok 都舒服 都舒服 哦要出来 要出来这些大自然的地方 走走 看一下 水竹馆啊 动物园啊 博物园啊 OK 又没来了 那碗线真的不给力 ok 我看到一个蛮有特别的东西 给你们看一下 那个是 那是 你跟各自 安排 颜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